爆发中共政坛大地震的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案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14号已经证实将在下周二 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理 专家分析 相对于王立军案件的审理 外界可能更加关注薄熙来的命运 王立军被控的四项罪名包括 寻私妄法 叛逃 滥用职权和受贿 他将在9月18号在成都中院接受审理 估计审理将会持续一天 对王立军案件审理的政治意义 专家认为已经画上句号了 王立军和薄熙来是牵动十八大 能否顺利召开的主要因素 时事评论员蓝述认为 目前看来 谷开来和王立军的审理 都刻意地与薄熙来切割 因为他并不想牺牲共产党的种子 最能打击江系的整个系统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活体栽出器官的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一爆出来了以后 完蛋了就不仅仅是江系 共产党也完蛋 他不愿意 那他就只能把这个薄熙来 个人作为一个孤立的贪污的问题去解决 今年2月初 在被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解除市公安局长职务后 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并在那里滞留24小时 从而导致了中共政坛出现了 自林彪事件以来最强烈的中共高层的地震 新唐人记者易如 邱奇新采访报道